追光动画的白蛇系列第三部白蛇浮身第一个电影彩蛋是迷路的仙鹤童子 发海又熊黄九让小白现出原形 许仙健壮居然被吓得魂飞魄散 于是为了救许仙 小白将她带到了宝亲坊 不得不说 作为追光场话的宝亲坊主小狐妖每次出场都能今夜全场 既白蛇远起小狐妖出登场的新火巢装扮 再到白蛇二青蛇结起中了朋克风 而如今这部白蛇三浮身停台之上的小狐妖患上了新中式皮肤 异曲《戏香记》开场 舞台机关随故事巧妙变换场景 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这出戏中戏小狐妖扮演小红娘 四子朱姬 戏里戏外逼问小白为了爱情 放弃五百年修行来人间走一遭是否值得 完美契合了这部白蛇浮身的主题 会被自己的白蛇追身吓得魂飞魄散 可见许仙是个多么懦弱的普通人 正如小青怒鹤许仙是个无用之人 生来只会害了姐姐 而小白对许仙这么好 终究是为了报答她的前世许仙的恩情 如今想要救许仙 不都长在昆仑山的仙草 于是小狐妖博士安卢点上一炷香 打开传送门将小白送往昆仑 顺便给老客户送上良品宝剑 而小白要面对的 则是昆仑山的仙鹤童子兄弟俩 整部白蛇浮身 除了杜兜转世姐夫李公辅 就水仙鹤童子兄弟俩最搞笑了 这胖胖的哥俩其实战力极高 好在嘴瓶才让小白找到了可乘之机 不过随着仙草到手 眼看着一炷香的实现将至 面对追击而来的仙鹤童子 关键时刻多亏了小狐妖一口烟直接吹飞 值得一提的是 衔接白蛇浮身 小白和妹妹小青一起前往金山寺 拯救被法海抓走了许仙 最终水燕金山寺的法宝 其实就是这一次小狐妖送给她的那良品宝剑 至于懦弱的许仙 其实也有高光时刻 虽然许仙不如前世的许仙那般勇敢 因为人妖殊途 自己也化为狗尾巴小妖 为了救小白甘愿牺牲自己 但是当小白遇难时 许仙会主动找到宝庆房主小狐妖寻求帮助 最后拼死吹笛 和法海极限一换一 但问一个平时就懦弱的普通人 要鼓起多大的勇气 才会为自己爱的人做到如此地步 最后许仙的转变 也算是双向奔赴了 而在第一个电影彩蛋中 仙鹤童子兄弟俩 被小狐妖一口烟吹到了极寒之地 内动的肆肆发抖的弟弟 大声吐槽被小妖怪吹到了鸟不拉屎的地方 结果已经动到直流鼻涕的哥哥 还不忘纠正弟弟不严谨 因为作为仙鹤童子 他们就是鸟 而在风神中 仙鹤童子其实是南极仙翁的土地 如今仙鹤童子在白蛇浮身中登场 再加上白蛇二青蛇解起片尾彩蛋中 来到现代的小狐妖找回了自己的一条段位后 是要寻找自己的仇人报仇的桥段 再次佐证了之后的宝青房主小狐妖 就是风神中的九尾妖狐打击 以及宝青房主独立电影 将会联动追光动画自家讲述风神故事的新神话系列 白蛇浮身的第二个电影彩蛋 是聊斩蓝惹斯的先导预告 2012年七夕夜 土豆网的创始人王威 因为自己的土豆网被收购 宣布自己正式退休 但是已经财务自由的王威 却还有着一个梦想 那就是打造中国版的皮克斯 于是隔年年初 39岁的王威再次创业 成立了追光动画 但是追光动画创立之初的前六年 其实并不顺利 接连推出的小门神 阿唐奇遇 猫语桃花源 三部动画电影票房全部失利 直到2019年 追光孤注一致 将公司的生死 全部压在了最新电影 白蛇缘起之上 好在当年多亏了一批自来水门 让白蛇电影迅速出圈 追光动画才得以扭窥为盈 逆展退市 重整旗鼓的追光动画 随后就校外公布了 追光的未来计划 也就是如今被人 津津乐道的追光新传说 新神话新文化三大系列 而之后追光了新传说系列 白蛇二青蛇解起 以及新神话系列的 新神榜哪吒重生 和新神榜杨茧相继推出 这几部电影的票房 都稳定在5亿左右 足够覆盖动画电影的制作成本 让追光动画有能力一年一部 持续不断地产出新作品 要说追光动画的真正爆发 还得是2023年熟悉到 追光新文化系列的第一部电影 长安三万里 整部电影以盛唐为背景 讲述安史之乱后 整个长安介入混乱 身处局势之中的高市 回忆起自己与李白过往的故事 而且长安三万里居然将52首 筷子人口的陶虚放进了168分钟的电影中 直接掀起了一股孩子们 集体在影院被鼓失的盛况 如今随着新传说系列 白蛇第三部白蛇浮身上映 片尾第二个电影彩蛋 放入追光的新传说系列 最新电影 摇摘蓝惹四的先导预告 正式宣布 摇摘蓝惹四将于明年 2025年暑期档上映 而且如今可以确定的 10后年 也就是2026年的暑期档 将会上映追光新文化系列的第二部电影 三国第一部真恶阳 不过最让人惊喜的还是追光动画 也将在2026年开始 从每年产出一部动画电影增加到每年两部 也就是说 我们不光能在每年的暑期档 看到追光的新作 还会在每年年末 辞旧迎新之时看到追光的电影 在聊摘蓝惹四的先导预告中 明明无缘的秋千 却好像有人坐在上面荡荡的 传来阵阵阴森的笑声 远处发出诡异的绿光 一只蛤蟆从井里蹦出来 摇摘蓝惹四的标题那么显现 开始这只是追光下一部动画电影的预告 其实也联动了白蛇哦 白蛇浮生最后结束 在小白和小青前往青山寺和法海大战前夕 而这个是要铲除一切妖魔鬼怪的法海上辈子 其实是只蛤蟆精 预告中井里蹦出来的蛤蟆 很可能就是法海 而且聊摘蓝惹四和白蛇系列 同属新传说系列 说不定追光场花宝青房主小狐妖也会在这部聊者中登场